還有晨鑫啊 晨鑫我覺得也不錯 但他其實詩霞是一個非常溫柔的男生 而且他還會做甜點 這個不完呢 那我拿原味1給你知道嗎 原味 原味1 喔 沒有 我有看 沒有沒有 失禁了 然後我可以幫你拿去做原味1 全明星曹佑寧接黃隊知名點 讚余晨鑫暖男 但沒被準備原味1 捨不得當然會有 但我覺得更多的是 有點圓滿 哇 沒有完成的一件事情 28歲曹佑寧在全明星寺回歸紅隊 隨著冠軍賽錄影結束 這位神獸學長也完成階段性任務 進來呢他接下桃子節的寵物實境節目 哈囉毛小孩邀約主持 2月4號就要首播囉 我其實非常有信心耶 前面三季都是跟藍隊打 然後紅隊一直沒有獲勝 那會想要打敗 錢姐的王朝 黃隊是因為 他們是一個全新的隊伍 郭文智神敗 那一名隊嘛 那也會想要跟他 在最後一次的總冠軍賽 然後碰到 哇我覺得黃隊的氣勢非常好 火燒得非常旺 就一看就說哇這個 哇很有可能是 之後很難對付的對手 但是跟他們幾次比賽下來 我覺得他們有點疲憊 因為他們前期中 前期中期中後期 他們都是瘋狂的訓練 我其實是覺得有點累 這一次回來 準備的時間可能沒有到這麼多 對一進來就要幾戰力 馬上下去就可以比賽 身體的疲勞感其實是非常的嚴重 其實 是被凹走嗎 也沒有啦 我非常喜歡全明星這個節目 還有一點是因為小姐 想要跟她完成她這個遺憾的拼圖 還有我覺得她眼神這一季變得很 很銳利 但我是蠻驚訝她有這樣的轉變 因為畢竟前三季的她 其實也有在進化 但比較幅度沒那麼大 其實我覺得我跟她個性 有某部分蠻像的 就潘伊犀那種 對可能想講什麼 又又把她吞回去 對她就是有提醒我啦 就是希望我這一次可以在 不管是練習上面 比賽上面 能多去跟他們提醒也好 關心也好 輔助也好 這種之類的 就能做多少是做多少 像濮陽好的 有可能太衝動 我常常一直在旁邊提醒她 濮陽收一點收一點 我覺得特別 印象深刻的是宇菲 我覺得太屌了 真的太屌了 她練習瘋狂到 我覺得這事蹟下來 我所知道的人啦 好像沒有到她這麼瘋狂 她真的是 哇真的很敬佩她 獎大飛把 她一來的時候 我就看到她的臉 我想說奇怪 她為什麼這邊腫起來 所以才知道說她去山上 一直狂練飛把 我們訓練完了 或者是訓練前 她都會自己一個人 跑去山上 然後找教練練飛把 就是塞幫子 所以練到偶旗這樣 超可怕 超可怕 因為巧褲球 她那個網子回彈 球速是非常快 她想要克服這個問題 因為她平常有在打拳擊 她戴著那個拳擊面罩 然後下去接球 我覺得蠻聰明的 她利用這樣的方式 讓自己先克服那個恐懼感 那在把她的那個面罩 摘開的時候 她接球她就不會跑 那有誰你覺得 看到她之前 認識她是過場的嗎 我覺得加深耶 也知道她之前是跨欄選手 那有一次我們有去跟羽球 有跟他們去練羽球 可是我還沒加入之前 她就酷酷的 戴個帽子 然後壓很低 然後自己很專注的在旁邊打 後來加入之後 跟她比較有交流啊 聊天之後 我覺得她是一個非常 我覺得她很可愛啊 她會做很多很好笑的動作 那濮陽就是 濮陽就是很正常 喔學長 還有晨晨啊 晨晨我覺得也不錯 她在場上有霸氣 其實非常的夠 但她其實思霞是一個非常溫柔的男生 而且她還會做甜點 我就覺得哇 很加分耶 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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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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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一開始進去會蠻擔心 欸 反而還好 大家就把我當成新的隊員 也沒有把我當成學長這件事情 對 而且我 一開始回去的時候就是龍舟 那個情感建立其實蠻快的 到時候 總管 總管 千萬不要 真的千萬不要 因為 這一季他們第四季選手才是主角 那他們也辛苦了這麼久 即使說我覺得我沒上調他們還是有機會 可以拿下總管 所以我覺得團隊比賽 不會是一個人的功勞 抱著自己有英雄主義的那種想法 在團體裡面我是覺得非常不OK 一個團體比賽裡面 雖然說補了一個能力很好的人 沒錯 但我覺得對於整個比賽的勝利 其實不會影響非常大 你一個人打了 好可能 可能陽春拳也打 對 可是對方他們是一直安打 一直配合戰術 然後推進得分 那灌下去是很可怕 你一個人強沒用啊 對 你全部人強最重要 對 因為勝利是大家一起拼湊出來